你現在要變兩籃,變成說這個地方比較麻煩一點 就變成說你要是二維的串列 然後二維串列要怎麼產生呢? 基本上的話我是在這個地方動一點手腳 就是Lis Y嘛,OK Lis Y我們前面是增加是那個 本來是就是Lis 2裡面的美元是在第二籃嘛 編號是1嘛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要兩個資料,兩籃位資料我就冒號一下 冒號指的是我要第幾籃到第幾籃的意思 那所以第一籃是美元嘛 那第二籃的話 編號是2的話,那第三籃 所以我們就是取1跟2嘛 那第三停下來,這邊可以輸入3 這樣的話就取美元跟人民幣 OK,美元跟人民幣 然後取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怎麼樣 所以你得到的話呢 它其實就會 我們這個地方 先把這個 假設你沒有把握 你可以先把底下先把它 先註解掉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Lis Y裡面是不是我們要的 這個是Lis X嘛,沒有問題 那Lis Y的話呢,基本上 一個美元 然後人民幣 再第二個美元 人民幣 裡面上應該是OK的 那如果你覺得OK之後的話 那你在把它run之後 它應該就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就是把它放到那個Data Frame裡面去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回去可以再多了解 我在那個第七個單元 其實有蠻多隱身的 所以你們其實第七個單元 這邊底下 就有提到有一個Data Frame裡面的官方的說明 那因為Data Frame我剛剛提到 它實在是非常非常的複雜 底下的話有一大堆的指令 也就是說呢,理論上 以SEL裡面書的分析表 或者以SEL的相關的所有功能 裡面應該都有可以找到類似 對照的一個功能可以用到 只是說,哇,這裡面太多太多了 光指令,光看到這些你就頭暈了 難怪為什麼奇標會特別出一本書 就是專門在講這些東西 那因為像一般的坊間書籍 等於是二手資料延伸 如果你要一手資料的話 就看這個 但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全英文的 看得非常的累 看得很辛苦 所以頂多它們有翻譯 你可以把它翻譯成中文 看起來會比較友善一點 如果你實在是看這個 還是很累的話 它翻譯很妙耶 前面就變熊貓了 熊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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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底下有一個好像 這個是簡體中文版的 也是pandas.cn的 那底下的話就有一些 更進一步的說明 比如data frame是什麼 然後它怎麼用啊等等的 哇,光這些東西 就要花很多力氣 不過如果你沒有太多時間 我是覺得你可以先把基本的先學好 如果行有餘力 你想要再去K這些東西的話 真的會非常非常多時間 可以讓你去殺 我覺得好像追這些東西 有永遠學不完的感覺 OK 所以一定要挑重點 到底你要做什麼 你千萬不要把它全部讀完之後 你還是不知道你要幹嘛的 那等於是有點 我覺得浪費生命的感覺也比較多 就是你要幹嘛 你就把那個你要的東西抓出來 像我的情況 我想要做什麼 我就去找裡面功能 然後可以把它做出 像剛剛我們用的data frame的方式 就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data frame 先抓要領 其他的話慢慢延伸 如果有什麼需求 你就要去找相關功能 OK 那其實我覺得這樣學習 比較不會花太多力氣 OK 那今天的話主要 我們就是延伸已經講了幾個 第一個是request request已經裝了 所以不用裝 第二個是metaPriLab 在第十二章節 所以延伸底下還有其他折線圖以外 還有像直條圖 還有像圓形圖 等等的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自己也可以再練習 OK 然後再來的話 那個pandas 在第七個單元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再了解一下 那後面兩次上課的話 可能我們要再抓比較重要 像網路上比較重要 像jackson格式 這個是API常會用到的 另外的話像html 或者像xml 反正這些東西的話 怎麼樣從網路上抓下來解析 並且可以得到你要的東西 OK 所以回去的話 可能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回去的話 還是請各位 還是務必要花一點時間 去實作一下 尤其是那個動手敲一下指令一下 因為這個忙花時間 但是很重要 OK 時間也差不多 不然我們今天 就先講到這裡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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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